这项传承百年的传统文化活动 基隆中元季每年总是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下 即使中央降为第二级 主办单位仍决定采取加强版防疫措施 也就是科宜照常 不过限制民众进场 以及落实实联制等 其中重头戏放水灯花色游行将采取 没表演不下车不封街等方式 以减少群聚机会 那我们以传承为主 科宜照常 但我们会减少民众的参与的人数 以及这个拉大兼聚为一个原则 在各项科宜的部分 我们不开放民众入场 那除外在放水灯的活动 我们不徒步游行 也不进行表演 那也不封街管制 那有下面几点措施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我们所有的一个作为 会以二级警戒加强管制 这样一个措施跟标准来进行 第二个我们还是会落实实联制 量体温 然后酒精消毒 并且会妥事地规划民众进出的一个动线 而且要全程佩戴口罩 第三是禁止饮食 第四我们已经跟各中卿会 大家经过讨论 这个各中卿会参与的一个人员 会先擅置名册 并且由文化局来制发识别证 那没有佩戴识别证的人呢 一律禁止进到科宜的场所 引斗登 我们会以车队的一个游行为主 那没有徒步的人员 并且依照中卿会的一个共识 今年各姓氏的斗登 除了祖朴姓之外 不安放 不进入这个清安宫来进行安放 另外对于普渡击败 金融市这种方面也提出防疫指引 包括室内及户外的间隔距离 击败不辞相等 今年各里办公处 不主动举办普渡 由李明家户 在家准备贡品 来自行办理 第二 有关于社区 接锅 或者包括工业区 机关 以及团体 所举办的联合普渡 在科宜祭拜的部分 需要指定负责人 或者主祭者 一人 那由主祭者 或者是这个指定的负责人 来进行这个主祭 跟祭拜的这个仪式跟动作 那民众参与的部分呢 需造册并且依中央防疫的一个指引 在户外的话间隔一公尺 室内的话间隔1.5公尺 那民众的祭拜呢 以徒手不辞相的方式来进行 那有关于赞普共品的一个处置方面 如果是有主办单位的话 我们鼓励采取事先登记的一个方式 那统一购置 集中摆放 那祭拜之后呢 共品鼓励由主办单位 以防疫的一个指引来分流发送 或者也非常鼓励 来赠送给我们 这些比较弱势 等等的一些公益团体 基隆市政府与中庆会方面期盼 透过加强版防疫措施 让这项被列为 全国十二大地方庆典的 基隆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能够不受疫情影响 顺利传承下去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